洛杉矶市议会近日通过租客保护新规 如果房东将租金调涨10%以上 或是高于通膨的5%以上 则房东必须向搬出的租客支付安置费 安置费用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 数额为由住房和都市发展部公布的 合理市价租金三倍的搬迁援助费 另一部分是1411美元的定额搬家费用 例如 2023年住房和都市发展部公布的洛杉矶地区 一间卧室公寓的合理市价租金为1747美元 如果房客因房东调涨租金超过规定比例而选择搬家 则房东需要支付给租客5241美元的安置费 外加1411的搬家费用 共计6652美元 这是洛杉矶市继新冠驱逐禁令结束后 推出的新一轮租客保护措施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预计于3月中旬生效 本月起 落实新推行的租客保护措施中的大部分法规已经生效 新的正当理由驱逐条例 正在和现行的租金稳定条例发挥双重作用 对于北溪管道爆炸的真相 近日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荣获普利策奖的西摩·赫什 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 指控美国军方参与实施了这起事件 并指责美国总统拜登批准了这次行动 赫什在网站Substack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美国如何摧毁北溪管道》的文章 并在其中详细描述了 2022年9月发生的北溪管道爆炸事件 他在文中也用匿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来自美国海军的熟练的深水潜水员 在2022年6月的训练演习中 埋涉了可远程触发的C-4炸药 同年9月由挪威海军飞机投下声纳浮标 引爆炸药 破坏了北溪管道四条管线中的三条 赫什还指出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就这一计划 磋商了9个月后 有拜登下令让美国海军专业潜水员 破坏输油管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名发言人 2月8日对法新社表示 有关说法还无根据 完全是错误的 俄罗斯外交部8日表示 美国需要就其在去年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中 扮演的角色做出解释 呼吁白宫对已经呈现的事实予以回应 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的强阵 已导致死亡人数超过2万 每逢剧烈地震发生 人们就总是希望能够预测地震 但目前科学界的共识是 人类目前的科学水平 根本无法预测地震的发生 然而 在这次土耳其地震发生前三天 一位名叫弗兰克胡格贝茨的荷兰人 在社交媒体上警告说 土耳其中南部约旦 叙利亚 黎巴嫩 迟早会发生7.5级的地震 相当准确地预言了地震的区域和震级 这引发了大量网友围观 研究者的个人账号一天涨粉90万 预言贴更是超过5000万阅读 胡格贝茨自称是太阳系几何调查的研究员 而他创建的太阳系几何调查 自称是一个研究机构 负责观察与地震活动相关的天体的几何形状 他上传的最新视频显示 它是依据行星运动的线条和几何形状 预测土耳其地震的 而对于他此前披露的预测方法 科学界的同行并不认同 有些甚至不乏冷嘲热讽 另一方面 由于土耳其的强震带来的巨大伤亡 当地政府被批无能无为 滥用防震资金 美国情报机构判定 最近入境美国本土的气球 是作为中方监测项目的一部分 美方表示 近期将和其他国家通报气球情况 另一方面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坦克飞 2月9日就美国防部称 中方拒绝就民用无人飞艇事件通话发表谈话 他表示 近日美方提出希望两国防长通话 就中国民用无人飞艇事件与中方沟通 美方执意动用武力袭击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严重违反国际惯例 开启了恶劣先例 鉴于美方这种不负责任的严重错误做法 没有为两军开展对话交流创造应有的氛围 中方不接受美方关于两国防长通话的提议 关于无人飞艇事件性质 中国外交部已做出公开声明 中方保留使用必要手段处置类似情况的权利 达到标准 作词 编 IS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